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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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能不能排在第一页 关键是在于你的网页 必须做得比你的竞争对手 还要好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应该遵守哪些原则 才能让网站排名 胜过其他同业呢 搜寻引擎 其实是一个 用城市在模拟的人类 对一个网站的喜好程度 所以我们从几个大方向来思考 第一个啊 你的网站的内容会丰富 字数比较多 然后有照片 有影片 那这样的网站呢 就会让访客停留的时间比较久 那Google呢 它会知道 一个人看了你的网页 多久的时间 所以呢 只要你的内容够丰富的话 那自然就会让访客停留的时间拉长 因为啊 这是和竞争对手的比较 所以呢 并没有标准值 只要这个内容呢 比别人做得好 甚至让人看了 还想要帮你去转分享 那这篇文章呢 就会得到很好的排名哦 第二个呢 网站的架构要清楚的分类 像这个文章的主题啊 包含关键字 或者是这文章的分类很清楚 然后段落很分明 在分段的组纸上去 套用比较大 或比较粗的字体 这几个原则啊 就好像在编排一本书 想想看哦 当我们在快速浏览一本书的时候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去了解书籍的大意 是不是会先看书名 然后再看内页的所谓目录 那目录这个大纲呢 都会有比较大的出题字 它这个章节名称啊 就会用比较细的文字 一个网站的架构呢 就好像一本书的编排 因为这个架构很清晰 搜寻引擎呢 就会按照这个架构 去抓取整个网站的内容 第三呢 内部的连结要多 当你的文章有很多篇的时候啊 就是增加内部连结的好机会 例如说 每一个品牌的口红 你都写了一篇文章 总共集买了十篇文章之后 你又写了一篇 十大口红品牌比较的文章 这时候呢 提供了A品牌 你就要把A品牌的文字设定超连结 然后连到A品牌的那篇文章 这就是内部连结 当你的内部连结越多 搜寻引擎呢 就会认为你的网站资料很详尽 而且啊 访客也因为点击连结而增加停留在你网站的时间 这对SEO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个呢 反向连结要多 反向连结呢 指的就是 别人的网站有连结到你的网站 而且呢 是彼此有相关的内容 例如说 你把自己写的文章 拿去流量很大的新闻网站去投稿 一旦被采用之后呢 那文章的下方 都会有一个原作者的网页连结 会连到你的网站 那对搜寻型来说呢 从A站连结到B站 如果这个A站的评分大于B站的话 那对于B站呢 就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呢 这类的反向连结越多啊 就对自己的网站SEO有正面的帮助 但是要注意哦 有些人为了投机取巧 就自己在网站上 建立了很多免费的部落格 然后呢 自己去互相做连结 这种做法是无效的作弊方法 因为这些网站呢 本身并没有好的内容 当然也不会有好的品质分数 这种方法呢 对自己的网站SEO 并没有加分的效果哦 嗯 还是你写的东西 要有内容比较重要 关于SEO的技术 还有非常多的细节 不过Google的官方 并没有透露 全部的演算法的内容 因为会怕有心人士 会利用这些恶意的程式 去钻漏洞 不过上面的这些大原则呢 只要掌握住 也就够了哦 重点呢就是在于 一篇文章的用心程度 内容的价值取决于对访客 有没有帮助 一篇好内容 有可能是各家产品的分析评比 或股市投资教学报告 产品的详细开箱文 人际关系的处理 如何保养更漂亮等等 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思考 你写的文章 对他们有没有帮助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Google的演算法呢 就是在模拟人类的喜好 如果文章写得好 每一个访客在你的网站 都停留很久的时间 那搜寻情就会知道咯 有些人很会用标题 吸引人点击 但内容又和标题不一致 这样的做法有效吗 肯定没有效啦 因为被骗进去看文章的人 很肯定在停留几秒之后 就马上离开了 Google就会把这篇文章的评分 判得很低 所以要让网站的SEO 长久有效 就一定要花时间 好好的去充实文章的内容 因为Google最讨厌垃圾文章了 部落格有文章分类 及搜寻功能 部落格文章 没有字数 照片数量 影片都没限制 可永久保存自己数位资产 部落格高排名四大原因 1.网站内容丰富 2.网站架构清楚分类 3.内部连结多 4.反向连结多 5.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5.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